常言道,得道者多住,失道者寡住,这话无疑是至理名言。 就在缅军把全部家底压上,和同盟军在缅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,自己的后方会突然风烟四起,各地的民族武装纷纷起义,让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 就连四大家族也起了内讧,难道说缅甸真的要翻天覆地的大变革,这场变局中,究竟谁更有优势,又是谁将取得最后的胜利? 以事未尽,可以知心涕,以人未尽,可以明得失,欢迎订阅老海说事。 白家内讧,据缅甸报纸报道,并综合网上最新消息。 自白锁城等四大家族的电炸骨干,被警方通缉以来,缅北的局势马上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,首先就是,曾经飞扬跋扈的白锁城民团武装内部,已经出现了军心动摇的情况,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内哄枪战。 据称,白锁城手下一名大将,叫做郭武,负责国杆地区的水电等极为赚钱的民生项目,在同盟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,郭武女婿准备捉拿白锁城向同盟军投诚。 结果,郭武坚决不同意,并派人告知了白锁城,女婿一怒之下打死了郭武,但是郭武女婿也很快被白锁城派来的人打死。 对于郭武女婿的叛变,白锁城极为震怒,随即发表视频公开讲话,白锁城声称,老街现在还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,但是,有的人被吓破了胆子,更有人打算做出危害团结的事情,对于这样的人,我们发现一个处理一个,绝不轻饶。 小编想说,树道胡森散这是最浅显不过的朴素道理,白锁城被警方通缉,说明犯罪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,否则警方对于境外人士不会轻易发出通缉令,通缉令刚好暴露了白锁城的本来面目,手底下的人,自然要考虑自己的将来前途。 考虑是否还要为白锁城卖命,仰光爆炸四起,实际上,现在不仅白锁城等电炸家族乱成一团,就连缅甸军政府同样也是焦头烂额,因为起义的烽火已经席卷了整个缅甸地区,据缅甸中文军官网介绍,缅甸南散镇被地方武装占领,穆节地区的缅军战术作战指挥部被也同盟军占领。 这还不算,据缅甸中文军消息称,缅甸首都仰光地区在12月15日到16日之间,在11个镇区接连发生严重的爆炸袭击,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伤。 据称,很多穿着平民衣服的人士将炸弹放在路口、大学门口等地方引爆,据称,已经有多名嫌疑人被缅军抓获。 实际上,在缅甸的其他地方发生起义,大家已经司空见惯,毕竟,除了缅北地区外的同盟军,在整个缅甸国土上,还有接近20多支反政府的武装力量。 但是在缅甸军政府重兵把守的首都地区,两天时间发生11次炸弹袭击,已经说明缅甸现在的局势开始失控,到了封烟四起的程度。 现在的缅军首脑缅昂来,早已经是焦头烂额。 一方面,老街大概率是守不住了,同盟军在作战中迟迟不愿意使用重炮等攻城戾气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希望造成平民伤亡。 缅昂来深知,一旦同盟军发动雷霆一击,缅军的失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情。 丢了果敢是一方面,现在整个缅甸地区烽火四起,其一次其比伏,已经对缅昂来的统治造成了致命的伤害。 再加上,现在连欧美都开始制裁缅昂来政府,那些原本想跟着缅昂来吃香的,喝辣的缅军高官,现在眼看局势进一步恶化,是不是也坐着取代缅昂来该朝换代的美梦? 这恐怕才是缅昂来最担心的事情。 正所谓狗急跳墙,兔子急了也咬人。 说的就是缅昂来这样的政客,眼看缅甸局势处在失控的边缘,缅昂来没有反思自己的政策是否符合缅甸老百姓的需要,反而铤而走险,开始求助印度政府派兵支援,不过缅昂来的举动正合了印度的野心。 据有关资料披露,印度一直把缅甸视为自家后院,因为印度和缅甸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,英国垮台后,印度一心想要把缅甸纳入印度联邦,结果被缅甸很干脆地拒绝了。 但是印度不死心啊,处处以老大哥的姿态援助缅甸,就是希望把影响力扩展到缅甸地区。 如今,缅甸内乱,再加上是缅甸的官方求助,正好给了印度介入缅甸局势的机会,有传言说,印度的一些所谓保安公司、雇佣兵等,已经潜入缅甸地区,正在协助缅军和地方武装展开作战行动, 这对于缅甸局势来说,无疑是增添了极大的变数。 常言道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对于印度武装力量,介入缅甸内战,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,绝不能让印度把手伸到我们的后院。 当然,明昂来也需要认真反思,为什么缅甸的电炸如此横行, 为什么他统治下的局势会失控到如此严重的程度,明昂来引入域外势力,不该给邻国一个合理的交代吗? 中国明朝的历史,或将在缅甸重演,缅甸最近的局势相当混乱,各处内战已经全面爆发, 缅军在各条战线节节败退,多处帮首府,被地方武装围攻,大量村镇据点丢失,缅甸全国局势十分紧张。 目前,位于克业帮的克业联军,位于若开帮的若开军,位于曼德勒省的曼德勒人民保卫军, 位于果敢的果敢同盟军,位于善邦的克钦独立军,以及德昂军等民地武装,都对缅军发起了进攻, 而缅军竟未尝一胜,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明朝末年时的天下局势,各地起义接连不断,而明军却无法平息这些内乱, 在这一片乱局中,瓦帮正像剑州女真部那样,虎视眈眈,在克业帮,由克业军,克业民族国防军,克业民族人民解放阵线,克业人民国防军等组成的克业联军, 目前已经攻陷了该帮首府磊固城,并且宣布在该帮彻底肃清了缅军的存在,在若开帮,若开军已经合为首府师队,缅军哨所和警察局不战而降。 时队岌岌可危,在国杆自治区,国杆同盟军连续攻下清水河镇,滚弄地区,滚弄大桥,四面佛,蒙古镇,拱长镇,姓唐湘和四个边境口岸, 数千大军已经合为了国杆首府老街市区。 在北胆帮,克钦独立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击溃了缅军第567机动营,并夺取了南帕村。 在曼德勒省,曼德勒人民保卫军也在不断夺取据点,甚至出动无人机空袭了缅剑镇的缅军据点, 从整个缅甸国内局势来看,唯有实力最强的民地武装瓦邦还在观望。 没有行动,这一局面,就像集了明朝末年时,高盈祥,李自成,张献忠等大规模起义, 给了关外建州女真步入关的机会。 而缅军在各处堪乱不利,也和明朝军队处处镇压,但按不住活有些类似, 此时此刻,瓦邦联合军恰如建州女真步一样,一边养军备战,一边等待时机, 要说缅军堪乱不利,也真有点明末一风,缅军内部也是山头林立,军阀四起, 与其说是强大的缅军打不过民地武装,倒不如说是各地缅军头目, 引军自大,养寇自保,就像所谓的缅北四大家族那样。 看上去是在给缅甸军政府镇守果敢,实质上也是借机发展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, 并且完善经济系统,成为地方军阀。 而且颇为有趣的是,缅军内部的各地军阀头头们, 也不想为大局负责,都是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 尽量地把反政府的武装赶到山区,或者赶出辖区就可以, 并没有引军追杀,围剿的传统。 这一点,像极了明末内战,明朝各地都府也都是引军将农民军赶跑, 赶到山上就算完事,很少有追出辖区之外维艰的例子, 原因就是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思维。 也同时可见,缅军现在极度缺乏统一的调度和战略, 各地也只能各自为战。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,瓦邦联合军却十分淡定, 作为缅北最大的民地武装,瓦邦联合军控制着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 瓦邦辖区内还有六十多万人口, 坐拥北瓦,南瓦两大根距地, 且有邦康市这样的人口十万人以上的小城市作为首府, 从经济力量来看,在瓦邦政府的经营下, 瓦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工农业基础, 有一定的财力来发展经济,经营军力。 从武装力量来看, 瓦邦联合军目前有三万多正规军, 组建了一百七十一军区, 以及四百一十七师, 四百一十八师, 四百二十一师, 二百一十四师, 独立团, 炮团, 警卫团等多个正规军部队编制, 这些部队轻重装备齐全, 不但有制式化的单兵武器系统, 甚至还有CFB-05防爆装甲车, 猛式装甲突击车等车辆装备, 其防空兵也有高射炮, 便携式防空导弹, 无人机等装备, 还有消息称, 瓦邦曾获得过一些米一百七十一武装运输直升机, 还具备一定的空袭作战能力, 这在绵北武装中算是独一份的优势。 除了这些正规军之外, 瓦邦还有约六万人的民兵武装, 别小看这些民兵, 这些民兵在其他的绵北地方武装中, 就已经能算是正规军了, 毕竟这些所谓民兵, 除了没有防弹头盔, 制式装具之外, 也已经实现了统一军服, 经常训练, 配备自动步枪等, 随时都能拉出来打一仗, 因此, 完全可以说, 瓦邦联合军佣兵近十万人了, 而缅甸政府军目前也就六十万人的编制, 考虑到缅军腐败, 地方军阀割据, 吃空想和经商问题严重, 这六十万人里, 大约只有三十万人能拉出来打仗, 因此和瓦邦联合军比起来, 缅军虽然有优势, 但是并不是很突出, 真要是全面开战, 缅军怕是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, 而瓦邦联合军如此强大的力量, 却并没有参与冲突, 只是发布声明表示中立, 不会站队任何一方, 但是会痛击任何侵略者,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缅甸局势尚不明朗, 瓦邦也在观望, 一旦缅北大乱, 国杆军夺取老街, 控制国杆自治区, 而其他民地武装也能夺占地盘, 并守住缅甸军队的反击, 那么瓦邦肯定也就坐不住了, 到时候像明末厚金一般发兵入关, 恐能给缅军以致命一击, 恰如当年的剑州女真部, 趁李自成攻破北京, 大举入关并消敏南明一般, 到底缅甸军政府, 会不会像明朝末年一般失去局势掌控的, 我们且拭目以待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 如果有什么建议, 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